人被砍头以后还有意识吗 没有大脑的人还能不能活下来呢 耐心看完这个视频可能会颠覆你对大脑的认知 我们知道在西游记中孙悟空即使被砍掉脑袋 也能够继续说话眨眼 甚至重新和自己的身体组合在一起 那么现实中人被砍头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现代化学之父拉瓦西用生命做实验 第一次记录了人被砍头之后的感觉 18世纪拉瓦西因为提出了氧化学术而闻名 他认识并命名了氧气和氢气 倡导使用定量分析法 还验证了质量守恒定律 奠定了现代化学的基础 所以说被人们称为现代化学之父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科学家 仅仅因为推翻了燃素说 燃素说认为燃烧是一个分解的过程 燃烧的产物要比之前的重量轻 得罪了希望以此出名的马拉 当时正值法国大革命期间 马拉就利用法国大革命的极左思潮 写了一本小册子 污蔑拉瓦西是伪学者 人民公敌将拉瓦西和其他27个包税官 在1794年这一天送上了断头台 听说拉瓦西要被刑刑 欧洲的学者非常惋惜 纷纷为拉瓦西说情 但是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到了刑刑当天 拉瓦西希望自己可以最后 为科学做出一点贡献 于是他在刑刑的时候 对刽子手提出了一个请求 过去从来没有人实验过 一个人被砍下脑袋之后 神经活动还能持续多久 所以说他希望 刽子手能够在他被砍头之后 数一数自己眨了多少下眼 于是刽子手在拉瓦西被砍头之后 捧着拉瓦西的头颅 数着他一共眨了几下眼 数到第11下的时候 拉瓦西的眼睛终于停止了活动 看起来这个实验意味着 人被砍头以后的神经 不会瞬间停止活动 但是因为时间太过久远 有不少人质疑这次实验的真实性 但是接下来 这个被砍头还能活下来的案例 这是完全真实存在的 世界上真的存在无头人吗 没有了大脑 他们要如何生活呢 在了解这个无头人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只生命顽强的无头鸡 在被主人砍头之后 他竟然神奇的活了18个月 故事还要从1945年9月10号说起 这天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农夫 罗迪奥陈正准备杀只鸡 招待自己的岳母 但是一刀将攻击的头砍下之后 奥陈惊讶的发现 这只鸡竟然没有死 还能活蹦乱跳的跳到架子上 于是奥陈不忍心再下手 还给这只鸡命名为迈克 平时通过针管给迈克喂食 失去了脑袋的迈克还能够平衡的走路 有时候还会想提叫或是整理羽毛 后来奥陈家有志无头鸡的消息 在小城里传开了 很多人都想看一眼神奇的无头鸡 奥陈也因此发现了自己的财富密码 他带着迈克到各地展览 每个想要观看无头鸡的人 必须要交25美元的入场费 一个月就能赚上4000美元 直到1947年3月 迈克由于主人的疏忽气管堵塞死亡 无头鸡的奇迹才就此落幕 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 迈克在没有脑袋的情况下 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后来人们发现了 原来奥陈的岳母喜欢吃鸡脖子 所以说奥陈在砍掉鸡头的位置比较靠上 只砍掉了迈克头的前半部分 最关键的是迈克的脑干得以完整的保留下来 所以说才能幸运的活下来 但是这样的几率非常小 因为很多人看到迈克出名后赚了不少钱 于是纷纷效仿 但是后续没有一只鸡 能够像迈克一样活下来 那么既然鸡只有脑干也能活下来 人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注意看 这位小哥的正面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是当他转过身 你会发现 他的大脑竟然只剩下了一半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般来说 我们认为大脑是一个人最脆弱的部位之一 一不小心磕到碰到都有可能会致死 但是实际上 大脑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比如说 这些因为意外事故 大脑遭受严重损伤的人 他们将大脑切出一半以后 还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我们刚才看到的小哥 就是美国的一位囚犯卡洛斯 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为半脑哥 半脑哥的头部 因为遭受过猛烈的撞击 医生不得已 只好被他切除了半个脑袋 不过 好在 除了外形上有点与众不同 并没有对他的生活产生太大的影响 相似的例子 还有美国的奥斯丁 他因为喝了太多的功能性饮料 被切除了二分之一的大脑 不过 副作用则是 下肢不能行动 尽管如此 他还是和漂亮的妻子 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宝宝 现实中一些癫痫患者 为了缓解发病的症状 就会切除大脑半球 脑袋里面一部分变成空的 当然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 脑干没有受到损伤 所有无脑人中最神奇的 还要数2007年 新科学杂志报道过的 这位44岁的法国无脑人 他因为左腿肌肉无力 到医院检查 做了脑部CT和核磁共振 医生惊讶地发现 这个人竟然没有脑子 这并不是什么骂人的话 而是 他的脑袋里几乎看不到 大脑组织基本上全都是脑挤业 真正的大脑组织 被挤压到只有纸片大小 但是 这位无脑人除了智商只有75 比正常人略低之外 还是和正常人一样 结婚生子 甚至考上了公务员 以上这些案例都证明了一点 那就是 我们的脑组织 其实可塑性非常大 里面的1000亿个神经元 互相连接成 无数个复杂的线路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人类大脑会发生改变 通过自我调节 变更功能或者结构 自动适应脑损伤的状态 还不影响人的日常生活 当然了 这种概率非常小 大家生活中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例子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